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宇宙空间内存在的一种天体 它的中心密度无限大 时空曲率无限高 体积无限小 热量无限大的基点和住屋一部分空空如也 这个天区范围之内不可见 当一个垂死恒星聚集成一点 这里将成为黑洞 吞噬临近宇宙区域的所有光线和任何物质 根据质量 黑洞可被分为三类 恒星及黑洞 燃料耗尽时 恒星可能会塌缩成黑洞 所有黑洞刚开始都很小 然后随着吞噬周围物质 而不断增大 超大质量黑洞 质量为太阳的几十万 至几十亿倍 中介质量黑洞 质量超过恒星及黑洞 但小于超大质量黑洞 质量是太阳的几百倍 至几十万倍 没有东西能逃脱黑洞的引力 黑洞名副其实 但这并不代表 我们无法探测黑洞 举例而言 天体物理学家 能够通过周围被撕裂的恒星物质 及能量流探测的黑洞 气体威力在黑洞周围 形成漩涡 并喷射出强大的X光 此外 还可以观察附近的恒星运动 对黑洞进行探测 人们普遍认为 黑洞就像一个巨大的真空吸尘器 的确 黑洞可以以极快的速度吸引物体 但这都是由于重力 理论上 如果用同样质量的黑洞代替太阳 太阳系里的一切都会照常运转 不要被这个名字所迷惑 所谓黑洞就是最大质量集中在一个非常小的体积里 所以黑洞的引力场如此强大 以至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逃脱 几乎每个星系中心都有一个超大质量黑洞 通常是太阳质量的数百万倍 银河系中超大质量黑洞位于射手座 巨太阳系26000光年 质量是太阳的400万倍 黑洞的中心是引力基点 它是异微点 巨大的质量被压缩在无限小的空间里 密度和重力变得无限 时空变得无限 这里物理定律不再适用 在基点附近 物体会成条状伸展 如果你掉进黑洞 你会看到由于光线弯曲而扭曲的画面 最后物体将完全失去它的维度 消失在基点 仰恶大地 蓝手星河 我们渴望穿越无处光年的距离探索